霹靂小組出任務 要入山攻堅職業賭場 才剛開車進到山路 馬上撞見一名賭客要下山離開 隨即將他制服 突破第一關 警方繼續往山離開 沒想到又遇上路障 這次是一台貨車 把風的男子還呼叫無線電 通報同伙賭客 不過馬上就被冤警壓制 快點 快點 那兩個 快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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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千 三千 那還兩個 還兩個 編警突破重圍 來到賭場大門口 沒想到還遇上賭客 射下的第三道防線 把鐵門拴上鐵鏈 警方只好趕緊找來工具 破壞指導賭場 叫他 來 叫他 來 叫他 來 叫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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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賭客一個也逃不掉 全被上銬 原警還在草叢裡 找到三十多萬賭金賭具 還有電鈔機 理性嫌犯 共13人 共計13人 全案依賭博罪 遺送地檢署偵犯 警方調查 賭客們特地來到 位於南投民間的 這家職業賭場 以為P&P 再加上已經設了三道防線 不會被警方發現 從小年夜前一天開始 磨刀霍霍想大賭一場 沒想到年前通通被警方 一網打盡 接著洪潔滅王石漢 南投報導